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沒錯 阿愛今天的任務 就是要完成度假風的穿搭 要兼具時尚 有型 而且又要舒服 好活動 所以穿搭真的是非常重要 今天我選的第一套 是以白色跟黑色來做為主軸 褲子就是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褲裙的設計 行動非常自如 而且它細節還有做一些造型的變化 建議大家一定要戴一個圍巾或者是皮肩 因為它不僅就是可以做造型 有時候冷氣房比較冷的時候 它可以保暖 這次主要是雪坪形成 所以一雙好走好穿的平底鞋 非常的重要 那我選的這一雙有做一個金屬的設計 不管是休閒或者是正式都可以搭 那麼第二套我選擇了一件白襯衫來做搭配 那它的白襯衫就是有一些細部的設計 再搭配上剛剛的那件褲裙 就可以完成一個比較正式的感覺 那麼一雙好穿好走的高跟鞋也是必備的 它可以讓你休閒的衣服 看起來稍微具有正式感 除了雪坪的行程之外 今天也特別搭配了一個玩水的造型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去海邊 或者是在飯店享受一下它的游泳池 我準備了海灘褲 活動性很方便又可以下水 上衣的話我選擇一個比較亮色系的上衣 再戴一個黑色的內搭 可以創造出多層次的感覺 還有就是海灘包 它非常的方便 不用的時候它可以收納成一個非常小的體積 讓你可以很輕鬆的戴著它 然後還有墨鏡呢也是出國一定要攜帶的 因為它不僅可以幫你遮陽 讓你有造型之外 而且它可以遮住你沒有化妝的素顏 除了服裝的搭配之外 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我會選擇這種五行組 它從清潔到保養都幫你準備好了 在彩妝的部分 會建議大家選擇這種多合一的彩妝盤 眉毛 眼影以及眼線 這樣一合就搞定 還有這種多功能的修容盤 它裡面包含了打亮以及腮紅 可以省卻你化妝包的空間 終於完成影音小組給愛愛的任務了 希望這個可以讓你作為擋包參考 小靜 Have Ave 小靜的東方 大靜的東方 小靜的東方 大靜的東方